在大S和聚军业的婚姻里 在表面上女方是较为强势的一方 她的控制欲很强 非常喜欢别人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相比之下 已经53岁的男方就显得有些弱势 她的社会地位远不及妻子 更别说财力了 所以在家中一直扮演着奴仆的角色 报聚军业要离婚 但今时不同往日 聚军业在大S跟汪小飞的闹剧中 获得了无数的流量 甚至成为了台湾2022年 十大热门人物的榜首 其名次超过了王兴林 可想而知她有多么强手 相比于大S很多的印象 聚军业只是一个软饭男的形象 重要的是 她在海外的事业如日中天 不仅举办了全球画展 还在新加坡开演唱会 可谓是壮的盆满钵满 也不知道是有钱之后 底气更足了 还是聚军业最初选择大S的目的 就是在此 在赚取了大量金钱之后 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1月6日 有媒体爆料 称聚军业已经产生了离婚的想法 已经要达到回府了 称给不了大S更好的生活 利用对方的余热 聚军业最后接受了一次媒体的采访 在其中 她表示自己不是不爱大S了 只是自己的能力 根本不能给对方更好的生活 这让她心生愧疚 明眼人都知道 聚军业这句话的真实性道理有多低 我们的艺人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更何况 聚军业的热度那么高 从去年3月份结婚以来 她前前后后参加了不少的综艺 手中根本不可能没有钱 关于大S想要的生活 只不过是一些名牌包包和服饰罢了 毕竟豪宅和水电费都有前夫购买 根本不需要她操心 按照她现在出席活动的频率 这些对她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却想均分妻子名下财产 毕竟这两人是半路夫妻 没有感情也是正常的 但万万没有想到 聚军业的野心不止于此 不想给大S花钱也就罢了 却想均分妻子名下的财产 看来她贪心的程度 跟大S有的一拼 这两人不愧成为夫妻 但就算聚军业再狡诈 也比不过大S 在结婚之后 两人去做了财产公证 在婚后 女方只拍了一支广告 除此之外没有接新的工作 所以聚军业是分不到多少钱的 反而聚军业借着爱的名义 在台湾和韩国赚取了不少的通告费 这笔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如果真的要离婚 她的小金库就会被批成两半 或许聚军业是有几分才能的 但在耍小聪明这方面还是要分人 如果她面对的是汪小飞 那么她毫无疑问是赢家 但她面对的是将狡诈刻在DNA里的女人 在大S手上她得不到一丝好处 不管怎么样 聚军业也是靠大S重新活起来的 做人不能忘本 就算想离婚 也不该动对方的财产 否则她那娇妻忧就会让她见识到 什么才是人外友人 接下来说大S近况曝光 身材臃肿状态不佳 疑似精神出问题 笑S愤怒辟扬 近日有网友筛出大S最新的照片 照片里的大S脸色憔悴 面部略显否种 虽然在笑 但是眼神呆滞无神 穿了一件宽松起皱褶的衬衫 头发也是随意的扎起 有点中年大妈的感觉 和以往从头到脚都要精致的她排若两人 这张照片爆出来后 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大S这是怎么了 汪小飞没给她钱 她没钱买腰了 这么一看张盈盈的确比她年轻漂亮 聚军夜走了 没人给她把尿闹的 关于网友们的言论 大S并没有出来回应 但小S却上赶着替姐姐发言 小S在最新的采访中十分愤怒地说 这些网友真的是瞎了狗眼 自己难道不会判断这是顶光的问题吗 人明明就是漂亮的 而且你们去看那张照片 其他人也没有好看到哪里去啊 为什么非要专攻我姐啊 最后小S还强调说 大S的精神状态完全没有问题 最近整个人的状态也很不错 希望网友们别乱猜了 不过网友们对于小S的辟谣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转头攻击小S 你女儿的母语是英语这事 你怎么说 你老公管好了吗 你女儿管好了吗 自己家的事都还没搞定 还来仓和你姐家的事 看来汪小飞说的没错 你就是看不得你姐姐好啊 说实话 虽然小S这些话是在替大S辟谣 替大S名不平 可是大S自从上次和汪小飞 对丝败下阵来后 就一直夹着尾巴做人 话都不敢说了 小S作为大S的妹妹 难道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吗 刚复工就迫不及待的拿姐姐的事来说 这到底是帮大S还是害大S呀 大S都这样了 小S还不忘蹭其热度 真的是好姐妹呀 而且网友们说的有一点很多 那就是小S有空帮大S辟谣 能不能先解决自己家的那件事 二女儿丽丽的言论真的不需要解释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说自己的母语是英语 难道不比大S精神状态怎么样更值得解释吗 接下来说大S被曝精神状态差 小S激动辟谣 保母晒一双儿女最新视频 近日有网友爆出大S最新照片 整个人无精打采 没有精心装扮 面部否种 身材发福 看着老气十足 狗仔猜测是老公聚军夜离开后 加上近期的压力 导致大S患上了精神疾病 妹妹小S接受采访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姐姐辟谣 并且情绪激动的喊话狗仔 我真的是受够你们了 小S直言一张照片能看出什么 我姐精神状况哪里差了 肥要大暴乳 秀身材 瓜子脸就是女明星吗 最后小S说 我姐没有患心生疾病 最近的状态也很好 麻烦你们不要再胡乱猜测了好吗 网友对她的态度提出了质疑 大姐 你确定不是在坑你姐吗 哪里有人去关注大S了 是你把矛盾升级了 有点搞笑 复工就好好做节目呗 非要提她姐是啥意思 也有一部分网友表示 汪小飞对你们矛盾那么大 还不是因为你出来瞎爆料 惹怒人家 上次光头包着大S去上厕所 也是你说的吧 这次刻意放大姐姐精神疾病的事 简直无语了 也不知道小S是真的想维护姐姐 还是想找话题博关注 这段时间对大S来说也是心力交瘁 接连和汪小飞过招 扣杯一路下跌 欧巴据说因为签证问题回到了韩国 而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台北 有人说巨军业是因为没办法提供无犯罪证明 所以无法在台北拿到永久居住权 才被迫回到韩国 大S一直利用自己的人脉 为欧巴结综艺 拉代言 帮妹妹出钱做节目 也是费尽了心思 目前小S的节目 小姐不惜地 就是大S出资当制片人 背后策划的一档节目 小S能继续成为台湾省综艺 艺姐也有大S的一半功劳 近日保姆筛出汪小飞一双儿女 在台北的视频 两个孩子在一起打闹 没有看见妈妈大S 录视频的人应该是保姆 听着是北京口音 应该是汪小飞带过去的保姆 到现在一直没有换 可能是孩子们不愿意 毕竟这个保姆一直照顾两个孩子 从出生到现在 跟第二个妈妈没什么区别 视频里 8岁的小月儿和6岁的小林儿 开心地跳着 不断地和录视频的保姆打招呼 关系十分亲密 由此可以看出 汪小飞一双儿女 至今仍是保姆带着 而大S对孩子的陪伴少之又少 看到路人晒出大S的近兆 和往日的光鲜亮丽不同 确实颓废了许多 难道是看到前夫的生意越来越好 和女友张盈盈感情稳定 有点后悔离婚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